嗨,大家好,今天周老师带来一个新的成语故事 这个成语故事叫做《前驴记穷》 那里面是有一只老虎和一只驴 它意思是说一个人本领不多 而且已经用完了,没有别的办法了 它来自一个成语故事 它是讲很久很久以前 这个老虎想吃这个驴 但是它又不知道这个驴有几斤几两 所以就试着去尝试了一下 这个驴先是叫了几声 然后又踢了几叫 这都不起什么作用啊 这老虎一看,哦,你也就这么大本事 所以它三下五出二就把这个驴给解决掉了 所以呢,郑老师现在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 也是碰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呢,我也觉得自己是《前驴记穷》了呀 现在来看一看郑老师是怎么《前驴记穷》的吧 哎呦,我的妈呀,你知道吗 现在孩子实在是越来越难教了 我跟他聊人生谈理想 陪他走路下棋 可是呢,他就是不写数学作业 哎呀,我真的是《前驴记穷》了呀 《前驴记穷》了呀 哦,我看到没有好了 好